公路总局推动公路公共运输服务申请计划 在花莲地区完成10个乡镇幸福巴士启动 简安乡11月16号也举办了幸福巴士通车式营运 简安乡境内只要1块钱就可以达成 而跨乡镇按里程数着收10块钱的交通费 乡长游淑珍鼓励乡亲多加利用 继玉里、万荣、凤林、秀林、寿风、瑞税、封冰、酌溪和新城之后 简安乡也加入了公路总局幸福巴士行列 虽然新车还没有到位 但是简安乡公所先利用一辆9人坐轿车 先启动幸福巴士通车式营运 这段时间接受大家来打电话预约 然后我们做到了公路总局的长官 我们做到了顺路接受 不只是定点的预约 定点的预约 但是我们做到了顺路接受 也就是同一个方向 从光华可以到人安人和 可以到人里东苍 所以我们就顺路来了 回去顺路回去了 那我们市营运期间 大家知道我们要收钱吗 不用 市营运期间不收钱 市营运正市营运以后 大家知道要收多少钱吗 一块钱 我们还是使用着付费 到慈祭怎么办 到门洛医院怎么办 我们着收十块好不好 花莲经理站表示 既然乡采谈性 预约方式提供乡内较偏远 屡次需求不集中的地区乡亲 方便通勤到乡公所 学校 诊所 或者是客运服务端点 大幅提升民众的交通便利性 我们平常在台九县 台十一县 只有公车 没有公车进到我们的乡道来 所以公路总局交通部这边呢 就有体谅到 那很多的花莲地区 这个偏乡的 像支线里面的地方的交通怎么办 老人家要出去怎么办 学生要上课怎么办 所以呢 就有一个叫做幸福巴士的一个政策 那只要乡民搭乘的时候 只要收取跟公车的费用就好 可是没想到我们的邮箱长 这么体贴我们乡民 只要一块钱 其他的邮箱长来做处理 县长徐政卫也出席的 这场通车启用典礼 他鼓励社区民众 多加利用幸福巴士 尤其是长辈们要多走出户外 有幸福巴士 适当便利的交通工具 让乡亲的通行更加顺畅 简安箱工作表示 目前采行政机关定点预约 还有观光景点的预约 但也可以顺路接送 未来也会评估民众使用的需求 在进行路线调整 以及预约使用的方式 借旅会竟然相报道